王素国和曹德旺联手办服药大学 一定能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王素国的是谁你们知道吧 丁俊辉是台球天才 李雪剑是表演天才 张学友是唱歌天才 而这个王素国是办大学的天才 就你给他一个大学 他就可以用自己的办学理念跟思路 直接把这个大学给抬起来 现在汉工大当校长 自己主动了多项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 研发出了世界第一个 创伤康复仿身手 绘制了中国第一个 人脑解剖电子图谱 甚至在主任期间的话 哈工大还发射了国内第一颗 有高效自主研制的人造卫星 那么在壮大了哈工大的 这个品牌实力之后 他还提出了走出去的这个理念 意思是要让哈工大的影响力 辐射全国 具体他这么做的 先是把哈工大的这个渭海分校 变成了哈工大的渭海校区 同时又推动 这个创建了哈工大的这个深圳研究院 后来又成了这个哈工大的这个深圳校区 那看到这个成绩之后 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 高校界都蒙了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王素国当时可是这个 C9联盟当中最年轻的校长 C9联盟就是包含了这个 清华北大最大在内的这个国内顶尖的 九所这个高校的这个点证 王素国最年轻 但取得了这个成绩的话呢 非常耀眼 当然真正让这个人声明确起的呢 还是在西安焦大期间 因为当时组织一看 哈工大呢 已经着造成长 能够稳步向前了 但西安焦大那些年的这个水平呢 下滑的厉害啊 所以说就把这个王素国呢 这个专家呢 就分配过去去打造这个西安焦大了 结果一干呢 又成了 2016年到2020年度的这个 内地高校国家三大奖当中啊 西安焦大获得的这个奖项 苏联呢名列前茅 第二轮双一流名单当中 西焦大共有八个学科入选其中 西部高校最多 全国排名呢 一开始都已经掉出这个全国前十了 他来了之后 直接干回全国前十 高校排名这个事情这样的 你掉下来容易 再想拔上去的话 难于登天 你像我本科母校的话 从我们进去到今年快二十年了 也没见什么太大的发展呢 甚至这几年的这个全国排名 我看了一下 一年还比一年低了呢 我一则是担忧 一则也是意识到高校办学之艰难啊 所以说这样你再回过头来看看 这个王苏国校长的话呢 真是万中无一的人才啊 甚至是天才啊 那有人可能会好奇 怎么他在办学这一块这么厉害啊 那技术层面肯定是靠这个 科学的办学理念以及管理方法 那软性层面就是要靠这个校长 本人的人品修养情怀这些东西了嘛 而这一块的话呢 我直接给王苏国校长满分 因为他就是一个修养极好 人格极高 对学生对学校对家国呢 有着发自内心的深情厚义的人嘛 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视频 请大家记住 网却什么都可以 不能网却祖国 这是我们生命之本 是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来于生存之本 丢掉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能丢掉事业 事业是书写你人生 未来之辉煌之载体 你未来的无悔人生 将在你一生的事业当中得以彰显 没有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能没有志气 没有志气的个人 是不可能称才的 没有志气的国家 一定是趋于灭亡 你看看 王苏国校长的这个人品 修养情怀 我认为都是在这个视频当中 直接或者说间接的体现无遗了 那么就这么一个人 其实就是曹德王 一直在苦苦追寻的 最理想 最合适的办学大师吗 因为曹德王本人选校长的话 就看这三个条件 那虽然说曹德王是做生意的啊 王苏国是搞教育的啊 但两个人在利用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想把教育这个事情给搞好 为国家培养人才 让国家强大的 那股子真心呢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学不是一百亿条式 我出一百亿 但用不完呢 我们算过大概 一万年规模大学的时候呢 我建筑面积在七十万平方米的安排了 政府呢 在我建设的时候 他跟我派到也是一百亿的钱 二三年政府的时候 会原谅我一般的股票还会生涯一般股票 但是不足一百亿 我个人股票还有两百亿钱 我会超出他一百亿做一个讲教讲教基金 这座大学加拿毕竟是中国最有钱的大学 在退休的时候把我的资产整理出来 举办一所大学 一所大学 没有任何的盈利动机 我家的财力物力和社会的各方面的资源 培养到我 那么你应该不要把它改革 不免呢 尽量把它改革 曹德汪这个企业家的话呢 我招待 现在也有不少人在黑他嘛 但是看人呢 要看大面 你要看大是大非 在大是大非这个事情上的话 这个人不过没毛病了 甚至是可以成为民族企业家的楷模的 我有的时候不看一个人说的 我更多就看一个人做的 曹德汪这些年做的 咱还不算说是他解决了无数人的这个就业问题啊 他就光做慈善跟如今的这个服药大学 真金白银从自己的这个药包里面掏出去的 和即将要掏的 我就直说好了 中国没有几个企业家能够做得到 所以说对于曹德汪的这个真心呢 我毫不怀疑 所以说当这么两个同样具有家国情怀的这个真心英雄 凑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是大心底里认为呢 他们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干成的 因为服药大学的话 其实就是这两个老英雄呢 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战了 虽然说中金一定会遭遇到巨大的艰难 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压上 自己人生当中所积累的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战绩所有的生育呢 为服药大学的这个绝皮呢 鞠躬尽吹奋战到底 尼旺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